我們就來看這個雷碼 好,就是今天呢 我們有一個可愛的F 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定義域是U 直域大概是C 那這個是Open 那它是Continuous 就連續函數 好,今天有一個F是連續函數 然後假設 這個是很奇怪 假設F'Z0 就是微分存在 條件沒有很強烈 對齁 它微分存在 只要在U裡面的某一個點存在就好 好,就這樣 好,但是等一下 等一下的定理也要圍繞著Z0 就是假設某一個點 它的微分是存在 好,就這樣 它某一點微分是存在的 然後 然後 那我們要看一下 那我們就會有 來了 大家最喜歡的Epson又 又出現了 我們來看這次要怎麼樣子 出現Epson Delta 則 對於所有的Epson 大於0 都會存在Delta 大於0 Delta其實是我們的半徑 使得呢 今天如果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 它是包含在 以Z0為原型 Delta為半徑的Open Ball裡面 對吧齁 把這個寫起來看起來很高尚 其實沒什麼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那一個 就是Z0 然後畫個Delta 然後畫個圓 就在這裡面 那個可愛的三角形也在這裡面 不能超出它的範圍 就是我們今天的可愛三角形要在這裡面 而且這個三角形還要包含你 那是Z0 不是Z0 Z0 要做到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呢 再一次齁 就Z0要在它裡面 然後它要在這個Open Ball裡面 就它不能超出這個範圍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事實上只要交集U就好 交集U就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好 意思是 需不需要這整個在U裡面 不需要 我們只有 只有 只有要求三角形要在 要在裡面 然後三角形不會超過這個Open Ball的範圍 然後Z0要在裡面 好 就這樣 好 你開始的時候想覺得這個很複雜 就是想 整個球都在裡面也可以 整個球在U裡面也可以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就有 這是我們要的定理 好 就是G1圈 F 所以我們自己體積 我們有人說過它很小 但是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它多小 它會小於Epson 小於Epson 就等於0 這個 因為對於所有Epson 如果真的小於Epson 就是0 所以這個 不是小於Epson 這個Delta是會變的 所以 所以 所以那個 三角形的大小的限制也會變 所以 這個 我們不是要正 它就是小Epson 我們要正它 小Epson 就是這種 乘上一個 固定 就是那個 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那個 直徑 也就是剛剛說的 三角形的外接圓的直徑 反正就是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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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太大 就這 跟三角形的 那個直徑比起來 不會差太多 那個直徑的平方 不會差太多 為什麼有平方 因為現在在算面積 所以就可以 感受得到 為什麼在這個 公式裡面會出現 平方這件事情 好 就這樣子 好我們來試著正正看 好這個 如果很喜歡 分析型的 這個 就很容易 未來就做這種事情 或是在應用上 很喜歡做 什麼 這個東西 這我可愛的 想出來的 機器學習的方法 到底會不會熟練 等等等等 喜歡做這一類的事情 就未來會看到 很多這一類的 式子出現 就是我們 開始的時候 不太知道 所以我們就估算一下 它對它不會超過這個 看起來也蠻小的 那我們之後再看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它 來證明一些事情 好 但是我們先證這件事 不要囉嗦了 就先證這件事 所以呢 我們就來令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我們已經知道 F'nz 它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們就知道說 存在一個Δ大於0 就這樣 事實上 我們當然可以要求 整個包含在U裡面 B Δ Z0 就包含在U 你不要這樣要求 當然也可以 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是 我們在設定 那個 在求微分的時候 求這種極限的時候 就是F'nz 這種極限的時候 你D2當然你可以刻意的去 比你本來需要的再更小 那當然是可以 因為只要比它更小的 都會符合我們要的條件 就是 就是它最後的 我們想要求的那個值 是小Eps 當然都會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這個 就可以高高興興的說 它就包含在U裡面 所以大家再度的看出來 剛剛前面那個只是幌子 就是一般形 我們可以說是那樣子 但是 而事實上在寫的時候 我們這樣寫會自己 就比較方便一點 就死的 死的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微分定義 微分呢就是說 我們的有一個極限 那個極限就是 我們求切線的 割線協力的那個公式 大概這個是在時數的時候 割線協力 F'nz 減掉F'nz 這個公式 這個值 跟F'nz 因為它會逼近這一個嘛 就這個極限存在 左邊的極限存在 會等於右邊 那意思就是說呢 意思就是說呢 G跟z'n 夠靠近的時候 它這個要小於Eps 但是我們在微分 又有學到一個很奸詐的事情 我們為了需要 我們要小於更小 就是我們本來人家要求我們的精確度就是 不良率1% 當然我們可以自我要求說不良率只要0.5%就好 就這樣 我們當然可以做這件事的要求 但還是符合原來客戶的要求 所以客戶本來只要求我們小於1% 但我們為了為了自我要求 我當然可以小於3分之1% 拍1分之1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個我們會降定一定是等一下的式子比較漂亮 好沒有對沒錯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就是這樣 好所以我們就有這件事情 這個是從那個極限存在來的 好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 我們會降到 所以每個Z 屬於 B-Deta-Z0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小於3分之1 這些東西 我們有什麼樣的式子呢 我們就把那個Z-Z0 乘到每一項去 就是 我們有 打G-G0乘到每一項去 所以第一項就變成F-G-F-G0 減掉F'G0 乘上G-G0 這個絕對值就這樣 就把G-G0乘進去 然後再接著下來呢 它就小於 三分之F-G-G0 就知道這個式子 跟剛剛的式子基本上又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式子 然後現在開始了 現在主角要登場了 就是Ling 我們的三角形 它是 一個closed triangle 上起來符合我們的要求 它在B-ΔZ0 Z0裡面 而且還有第二項要求 Z0要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要包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就這樣 好 這三角形符合這個要求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看 這個三角形開開心心的 積分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偉大的事情 可以齁 好 那我們就來一個高級的 剪一項加一項偉大的動作 我記得我們有這個式子齁 我們要用到 好 所以呢 這個 我們的 真正要積分的 F-G0 G-G0 所以我們目前沒折 還但是我們有這個式子 等等等等等等 減這個 然後小於這個 那我們就勇敢的減一下 就等於 7分 F-Z 減F-G0 減F-G0 Z-G0 DZ 就這樣 因為我們有這個式子 所以故意先 那當然這個跟原來式子不一樣 再把 我們多減的把它加回來 F-G0 加F-G0 Z-Z0 DZ 好就這樣 好這個是我們得到的兩個式子 記憶圈喔 記得記憶圈喔 然後 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上面的一個比較好算 還是下面比較好算 小心認真的看 上面比較好算 下面比較好算 就是基本上有一個是幌子 有看出來嗎 你看 哎呀果然 在線上也是沒有人理會 哎呀 上面還是這樣比較好算 來這個 這個大家看清楚 剛剛好像有聽到正確答案 這個只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就叫做 W0好了 它只是一個數字 加上 這個微分存在 它只是另外一個數字 阿哈好了 然後乘上G-G0 它是什麼 它啥 它就線性函數啊 對吧 對吧 大家有疑問嗎 這個線性函數 這是線性的 那不相信再整個展開吧 那就是 它就是 AZ加B那種形式 只在AB是負數而已 就這樣 它線性函數 它線性還是我們已經說過 這個積分就是零 這個積分是零的那一部分 所以這個積分是零 不用客氣 這個積分是零 這個毫無懸念 它積分就是零 這也是我們之前在說的事情 好 因為它有反倒數 然後反倒數 跟路徑無關 其實就是 我們之前說的 它如果有反倒數的話 那它積分就是零 就這樣 好 好 好 所以這個開開心心的結束 這個 這個下面這一項 所以只剩上面的這一項 那因此呢 我們就會發現 取這個 要記得剛剛有一個偉大的式子 什麼小於 這個的絕對只要小於3分3 從Z-Z 這個就這樣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最後偉大的式子 我們本來要做的積分 就是 FZ 比Z 我們要做的積分 的絕對值 當然 就是 目前是跟它一樣 就跟這個造超的絕對值一樣 它雖然比較長 但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發現 這邊也會變要比較大了 F 我們Z0 減掉F'Z0 乘上Z-Z0 比Z 好 寫的超辛苦 終於寫完了 好就這樣 那絕對值 這個 這個還照得到嗎 就是絕對值 就是這個絕對值 那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就是把絕對值拿進去以後 我們之前有說過就是 就是 會變大 就小於等於 這個絕對值 這跟以前那個加法是一樣的 就是加法 本來在絕對值裡面的 分開一個一個 放上絕對值加起來 當然比較大 所以就是變成這個絕對值 F-Z-F-Z0-F-Z0-F-Z0-Z-Z0-Z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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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就這樣 加起來這個當然比較大 好 好 好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 本來那個 有一個柿子告訴我們說 這一項 這一項 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算得開開心心的那一項 小於等於 三分之F 什麼小於 小於 小於三分之ε 計減計0 計減計0 我也是這樣 好 就那一項小於三分之ε 計減計0 就這樣 好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的整個 整項 就會小於等於 就是那一邊 小於等於 就是裡面的那個函數 要積分的那個函數值 是小於這一個 那全部的積分值 就是小於這一個 乘上這個 沒錯吧 乘上它的長度 乘上那個三角形的邊長 好 所以就是 小於等於 三分之 欸 欸 好 我決定不要照課本寫吧 因為這不然大家看懂 三分之ε 然後呢 這個最大的 就是 什麼最大的呢 就是Z-Z0裡面 因為Z可以換不同的 Z是屬於三角形裡面的 喔 這個寫起來真的太開心了 這看起來就是很高級的設置 其實根本沒有很高級 就是說這裡面的最大值 就這裡面 Z帶去不同的Z裡面 這裡有很多的值 然後我們選最大的那一個值就可以了 好 我們選最大的這個值 就這個值 然後乘上它的 三角形的周長 好 所以剛剛跟大家說 那個直徑跟周長不一樣 好 就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終於算出了一個估計值 就這樣 但是還沒有算到看到 這可愛的這個 還沒看到這個可愛的這個 什麼 完了 忘了 還沒有看到我們的可愛的那個直徑 三角形的直徑 就外界員的那個直徑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周長啦 所以我們可愛三角形的周長 好就這樣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來認真的算一下 認真的算一下 就三分之 Epsilon 它的周長 我們來估算一下這個數值 乘上 Maxima 我們只把Maxima 調到後面去 Z-Z0 然後這個Z是屬於三角形上面的一點 好就這樣 好我們現在估算這個東西一下 好這個是 就是 再做一次後這個是以後 我們在 我們在很多 尤其是食物上面 常常會做這件事情 常常做這種事情 來真的去念那個神經病傳述的時候 反而不太做 好像就相等 就是一步一步就相等了 但是在實際上的時候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很難估 所以我們就先估一個大概的 就是看他怎麼樣的逼近 然後再想辦法 如果我們要一個精確的定理 我們就會想辦法逼近再逼近 好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反正就是這個數值 這個寫起來真的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你知道意思的話 自己寫出來的話 就會發現這也沒什麼 了不起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數值呢 這個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最終想要估計的數值 我們最終想要估計的數值 我們就會發現說 欸 這個周長 就是每一邊加起來 廢話 自己說自己不好意思 沒錯 三角形的周長 就是三角形的每個邊的長度加起來 那每一個邊的長度 長度有沒有可能大過這個直徑 外接圓的直徑 三角形外接圓的直徑 它每一個邊有沒有辦法大過直徑 這很難嗎 不可能啊 它接在裡面的三角形內 你要怎麼樣的話 會有條線 會有個線段是大於直徑的 那大於直徑的話 不可能 那就它不在這個圓裡面 就這樣 所以 所以呢 這個三角形的每一個邊 都會小於直徑 所以呢 所以這個整個 整個合起來 就小於等於三分之EPSO 乘上三倍的直徑 三倍的三角形直徑 就這樣 然後這第一件 偉大的 偉大的發現 這太開心了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個 技靈是在裡面的 啊當然啊 有技靈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技靈 這一個 然後技是在 技是在 三角形上 來 這個的強度 跟直徑相比 這個用腳開就知道了 當然你會說這個 說不定在專頂啊 可以啊 可以啊 不管在哪裡啊 它是不是還是小於直徑啊 當然啊 你會發現出來 這個沒有可以做得更精確的 估計 對 但是我們現在不需要 更精確其實也只差一點點 好 不管啊 好就這樣 就這個值也是 也是比直徑還要小 小一點點 就這樣 所以我就得到這個式子 啊這個式子 會發現就是我們要的式子 所以我就最終就得到了這個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欸 為什麼要用直徑來說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得到了最後的偉大的式子 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呢 就是等於 等於 等於什麼 反正 等於 這個 f 然後 直徑 平方 這就是我們最後要鋪的式子 就這樣 就是我們的積分 就是我們是可解析函數的 不是 不小心說錯 我們本來這都真的要的答 我們是這個 f在某一個z0是可以回分的時候 那它就是在那一個點是可解析 就那個點附近是可解析的時候呢 那 它在那個裡面的就是 基那個三角形一圈 它的值最多是這樣 就是它會是一個很小的值 就這樣 最多是這樣 好 開一號 好 這個經過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證明了一個 我們不知道 目前還不知道要怎麼樣用的式子 我們現在就準備要開始使用了